臺皮在季後賽第二輪折損馬公 狀元呂齊民後場戰力出現變數 幸好其他後衛合力頂上火力缺口 招手蒲園的冠軍系列賽 取得兩勝一敗優勢 臺皮總教練顏家華特別點名 小跑車蔣玉安和余幻亞表現相當關鍵 小安當然是二年級生 那他當然表現是沒有畫腳 每場球不管他的供輸 他的後場然後他的得分 已經有一點信心出來了 而且讓大家也感覺他 他是一個在SBO球場上可以用的球員 其中余幻亞是冠軍賽兩隊先發當中的唯一新秀 系列賽平均出賽二十二分鐘 貢獻十分二點七助攻 而且和例行賽相比上場時間差不多 得分和助攻卻都成長不少 面對高強度的冠軍賽 看不出菜鳥的聲色 賽前教練團還有隊友們都給我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的信心 就是都不管是博訓啊 幾個籃下的都會跟我說 就我儘管出手就好 他們籃板會幫我們抓到 蔡良年就打冠軍賽 到底需要多大信心 問問現在二年級的蔣玉安就知道了 尤其扮演後場發動機角色 去年想開口指揮 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要鼓起勇氣 小安上季冠軍賽也繳出水準以上的表現 沒想到趙門居然是不敢跟洋將 Patrick O'Brien講話 還好經過一年成長 球氣和膽勢都更上一層樓 也希望用良好的溝通促進球隊化學效應 一起朝冠軍制度邁進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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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